最完整的一本書 就是吳聖老師吳英明 他寫一本叫《江湖在哪裡》 《江湖在哪裡》 那一本書裡面提的 他跟梁魯門在監獄中的通信 寫得非常非常多 我建議大家如果說 就像老師講的 我對這個議題我有興趣 那你怎麼沒辦法 你等一下稍微抓緊 可是他們後面又聽不到 那一本書叫做《江湖在哪裡》 然後是無影明顯的 那體面關於到 《百里炸彈客》這件的事情 他跟梁魯門有之間的同性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一個年輕人 為什麼他去想這些 做這一件事情 那那個新歷路程 描述得非常靈體的進步 那這一本也是 也覺得一本相當好的書 他關於到台灣 有些農業的問題 包括產銷 裡面都有很深入的描述 謝謝 這個《江湖在哪裡》 對不起 那個出版社我忘記了 那作者就是 吳聖老師的女兒叫做吳英靈 普天舞 音樂的音 你不要 你只要吳英靈就好 不用講吳聖老師的 不要你錄他的女兒 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 只要有那個製作出來 就會認識 何必找一些所謂的什麼人 他又不是靠大 那接下來我只是用這個是去年前年編的 如果我現在來編那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現在有對整個最近這半年了解的台灣人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這個字井 港 你看 在城隍廟裡面 其實城隍 它是代表 官方設置在民間的另外一個最主要統治機構 那城隍幾乎所謂 因為在神明世界裡面 剛才有一位同友問我說 那個台灣這個燒紫泉 是怎樣的一個文化 其實台灣人對待神明鬼神 完完全全用洋世間的一套價值系統 生活習慣給它換上去 那如果你覺得 現在台灣不應該那樣的燒香燒金子 空氣污染等等 其實啊 那個人污染很少非常少 幾乎不帶什麼污染 最主要是現在中國的那個金子 金子裡面有很多化學物質 那進來那是大污染 所以現在台灣社會早就非常進步了 而且現在大家都是燒那個卡 跟燒支票就好了 所以現在其實呢 燒本票就可以 燒 現在都是 而且甚至於不用燒 直接在網際網路上就可以剪刀剪刀了 台灣是很進步的 這一方面的你不用去那個 很快的都會改變過來 但是草根還是地徑 因為所有文化現象裡面的變遷裡面 宗教是最緩慢的 宗教的變化是最緩慢的 你從人類幾萬年歷史去看就知道 宗教行為是最緩慢的 那麼以城階來講 他就是陰間的獻老儀 那所以清朝任何一個慣例到達台灣 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拜當地的城階 就是拜託人 在你灌上面的我灌 你要幫我盜三天 但是即使是這樣 完全是代表皇前的這樣的廟宇 其實它還是觀音華麗 因為你去看任何一宗城階廟 他的後殿大概就是觀音殿 你看看 你看看 那些是新宗的 然後我們談到王爺 這個就是台灣王爺的總本山 我剛才在說 如果說到那些王爺的台上在死 神兵鬼將在那裡 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來到這裡 就是他那個前面的廣場好大 有一個大台樓 那戰場就在這裡 那一般王爺的信仰 他最大特徵的就是說 他有所謂的拜天寻手 這是嘉義的子濟宮 拜天寻手 這個就是 但是等於是哪 其實擺明了 我就是明朝 那是鄭成功 那但是必須要創造一大堆神話 逃避清朝的對手 拜天寻手 至於他是姓什麼 你怎麼問 那為什麼是敌虎大了 那鄭成功不是知什麼 大墓 大墓交起來不就是禮 因為很多 都有很多這一類的 像那個3821什麼的就是這樣 台灣的地下組織鴻門已經打進中國了 然後也接干起義 那也打得不錯 最後又死在哪裡 你手中你知道嗎 自己裡面的人 去向清兵告密 那兩個投降者 壞蛋 就叫什麼 一個叫田妻 一個叫田氏 一個叫古妻的樣子 這兩個就是他們團體裡面念書念最多的 所以這個組織裡面 最後下達一個結論 那個知識分子太會動腦筋了 心裡大概很快就變歪了 我們以後不要說這樣子的人 所以鴻門規定 知識分子不可以叛加 以後就變成整個草根 那在這裡面 他們草根裡面 而且要隱藏在地下 他們必須要互相溝通 要有暗移 就像當兵有所謂的口令 什麼什麼 那這個口令呢 什麼呢 他們就這樣 我們是恨民族 但是我們中原的土地 丟掉了漢這個字 把中土抽掉 就叫做喉 你寫寫看就知道 漢沒有中土 變成洪 那也恰好是明朝皇帝朱鴻武的那個洪字 那洪呢 我們要做漢號 我們是鴻門的 洪是三點水 鴻 鴻下面不是兩片八 所以三八等於上面這二十一 三八 二十一 所以我說三八 你就要說二十一 你不要說錯 二十四 你說三八 那所以他們鴻門 後來這樣通來通去 知道啦 這是他們的暗號 後來被清朝知道了 只要三七 三八 二十一的都抓去殺掉 所以以後台灣人一天到三八 嚇死了 把他們跑了 後來時間久了 大家就忘記這件事了 然後呢 當時因為 彼是女性 不好的什麼的都往女生身上推 後來就變成大家忘記那種政治的恐怖了 就把三八用來罵女生 沒有三百 怎麼啦 是國庭婦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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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由國家來制定國庭婦女節來侮辱台灣人 然後這個網友 但是所有這個網友裡面啊 基本上觀音華語 後面的觀音是主體 全面任何省都可以 再一層 轉態度 這就是三明治 台灣宗教三明治就是這個樣子 全體在 全面全面萬化 前面一個高露的三太主 直接告訴你 你拜我這個神就是要奉行 除掉我們個人的感官意識差別 除掉各種分別意識 除掉各式各樣的東西 禁之屬靈的終極的觀音 觀到所有人性屬靈性的終極心音 在那個地方 世界真的是絕對自由 了解到什麼是終極的大道理 平常透過拜我們的神主牌 每天早上起來拜 記得喔 我這個人之所以存在 是因為我的靈魂來自我們終極的觀音 某種終極的人性的地方 父母還沒有生我出來之前 都已經存在的 然後透過我的祖先祖宗 我的父我的母 產生今天有個性的我這個人 每天早上晚上在這拜的時候 比比看我有沒有侮辱我父親的教會 我有沒有侮辱母親的一門的封關 而我自己又精進的什麼東西 我產生了什麼樣 但可以讓我的世世代代以理為榮 以理為傲的事 聖宗追眼 遠到終極連魂首來處 以及我將歸屬這個地方 那這個東西已經給我這樣子了解了 大概不大會看到什麼 那都迷信了 那都什麼 這個的終極 台灣在拜的是這裡 是這個印度的這個東西 印度這個東西在哪裡傳法 在連鳩山 那個後頭死後不久 這個嘴巴就斷了 這不是很像靈鳩嗎 我看著看得出來吧 靈鳩山 這是印度的那個 那上面這個靈鳩的背部就是這樣 就這樣在這裡 那現在呢 那個印度教的佛羅們他們 都會去那邊騙台灣人的事情 因為台灣人的劍情很大方 主要是宗教的 這一批人通常跟我們這裡的平靜聯名差不多 你知道台灣統計過吧 四五十歲的台灣人 是最需要宗教的時候 那他不是要真正去信什麼 只是因為他很迷惘很痛苦 那些痛苦百分之九十九十九十至少 剩下百分之一 通常也不例外 然後呢 這是我北港老家 因為台灣的歷史的演員 從鄭成功的爸爸 鄭之龍 顏思奇 怎麼樣登陸的 即使這些都是神話 沒有一個真正的這個構成 台灣人為什麼產生這麼多好 好的不得了的 像這個阿薩 我從小看他 他所寡 我看看 今年算下去 他所寡 六十幾年 他永遠非常乾淨 他帶人永遠非常好 我實在想不說 那些人哪有那麼厲害 那麼好的人 他應該還在 還在 九十幾歲 你知道我一直在介紹 你們看那個 台灣素人有沒有 像購自得 像什麼的 還有 像這個 我在 我家 我還要去北港 要去北港 馬祖聯拜拜的時候 就會去過行 我從小看他 大膽 賣的果汁 賣到 這是第二代還第三代 都一樣 他們就有一個習慣 以前我也不知道 真奇怪喔 我說好 叫一杯果汁 他就切切西瓜 什麼鳳梨 加個煉乳 或者是奶粉這樣喔 好 咬了 那咬了以後 不是就倒給你一杯嗎 我以為就是喝那麼一杯嘛 可是呢 他總是要等你喝一半的時候 再把剩下來 在那個果汁機裡面的 再倒給你 我說我只有買一杯啊 他說 是你的一分不能少 後來那一天訪問他才知道 為什麼會形成這個習慣 因為以前台灣人很窮 那爸爸帶著兒女去買一杯 通常是互相喝 所以這個老闆就覺得 有一點疑心不能 就多放一點 那多放一點以後 就一杯 不只還一杯 這個還有多出來 就到底假裝這樣 就給他小朋友 是這樣的因素來的 那到我的時候 他變成說 是你的一分不能少 這個攤 對面有一家 骨皮鞋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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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